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那個東西變成 O 其他東西刪掉 然後再分割出來 分割的話就是再分割 它分割完之後這些全部又恢復了 有沒有看到 然後又把 O 又刪掉 所以顛倒過來 這個另外一邊是什麼 把它合併 把其他刪掉 留下一個 O 就好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會發現它就一直切來切去 執行這一個留下合併的 執行這一個的話呢 另外一個就是分割 就再把它怎麼樣 分割回來 有沒有 馬上又恢復 但如果你要用人工來做的話 應該沒那麼快 速度應該會相差 非常多倍吧 OK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 如果你有些東西真的寫好 你會發現哇 省掉很多的時間 就是只是一個執行動作 而且甚至你將來可以寫排程 都不用執行 時間到自動寄給他就好了 你只要把 schedule 排好 該什麼時間寄給誰 做什麼事情 都可以自動化的完成 你這感覺 你只要就是變成你是排程的那個人就好了 OK 但你前提要程式也寫出來 這樣其實還蠻有成就感的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怎麼做 所以剛剛的動作 特別注意 我剛剛寫完的是上面這一段 那後面的話我就寫一個什麼 刪除除了O以外的檔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不是什麼 有沒有 這些 合併完之後有沒有 那我要 多做一件事 因為O 流 輸出了 但是其他的我不要了 所以我就把他執行 留下O 其他呢 被我刪掉了 所以怎麼刪呢 就底下這些程式 特別是說 除了O以外把它刪掉 的程式怎麼寫 一樣嘛 一樣是OS.work 去這裡面找找看 那我這邊也會寫一個就是說呢 一樣把裡面的檔案全部叫出來 把它刪掉 但是你不能把O刪掉 所以我這邊多一個邏輯判斷 if 那個什麼呢 F啦 其實是5 不等於 O.tst 就幫我刪掉吧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敘述吧 其實這個順序蠻簡單的 如果不是O 再刪 所以最後留下來不是就只有O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刪除 所有除了O以外的檔案 分割怎麼分 這個檔你會發現 關鍵在這個 兩個換行 兩個換行 有沒有 兩個換行 然後呢 他們存檔的檔名 剛好這個是第十五個字 第十六個字 這個是第十七個字 那它的編號從0開始 OK 所以基本上我算完之後 那我程式怎麼寫 我大概說明一下 合併我亂一下 分割嘛 分出去了 把O給刪掉 那主要就是說一樣 我們在這邊 去把那個O給開起來 有沒有 把那個檔開起來 然後呢 讀到S裡面做什麼 那這邊我有個P啦 不過後面的寫法 是因為我以前我記得 我是用其他語言 寫過類似的東西 我把同樣的邏輯 把它轉變一下 就寫成這樣子 以前就有點像寫那個全文檢索啦 或者寫那個檔案檢索 就利用類似的方法 那什麼方法 這個是還蠻容易理解的 第一個就是我用Find Find應該顧名師知道吧 尋找 尋找什麼呢 尋找兩個換行 有沒有 我剛剛不是有換行 就是最後尾巴那個位置 那尾巴那個位置 0 這個後面逗點是從哪個位置開始找 從0開始找 那幫我找什麼 直到不是負1 不等於負1說 因為如果你之後找不到任何換行 他會return負1 表示說沒有了 沒有了 ok 就是說不會再往下找 所以一直往下 找到的話 他要做什麼 請你幫我 把它存檔 檔名叫什麼 S就是這個 裡面的第幾個呢 第15個字 跟第17個字 剛好那個位置 就會是抓到哪裡呢 我剛剛講的 這個 三重兩個字 那我怎麼知道 算了 1 2 3 4 這個16 17 那因為從0開始 所以我就抓15 冒號到17 17的話就16了 15 意思說三重這兩個字 來幫我抓回來 那為什麼前面有個P P預測只能0對不對 如果往下找 找到了位置 他就會怎麼樣 把那個位置再加上 就是你比如說我們將來是找到那個中立嘛 那中立這兩個字的話 實際上就是上面這一些 再加上1516 ok就是找到這個位置有沒有 兩個換行 的後面這個位置 ok把那個名稱串串串 我們就把它write出去 特別說這個不是A哦 因為它是個別分科寫出去 所以不會有負寫 就是不是A模式 一定是W模式 然後我就把它找到的位置 找到那個什麼呢 那個位置的部分 從那個什麼 從0有沒有 0開始 到找到位置 這個範圍幫我write出去 特別說S 中光阿虎 把那個我找到那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write出去 然後繼續幫我往下找 那特別說往下找的話 我把它加了為什麼 因為跳過那兩個換行的位置 然後繼續往下找 下一個換行位置 在下一個換行位置 直到沒有為止 反正找到那個區間 就幫我存一個檔 找到那個區間就存一個檔 最後一定要把它close掉 因為如果你沒有close掉 你沒有辦法remove掉 因為它有 如果沒有close 都會放在記憶體裡面 你是塞不掉的 所以這邊會一定要close 才能夠remove掉 最後的話呢 我就顯示出分割完成 ok 不過這個程式相對的比較 困難一點點的理解 如果有興趣同學 回去可以玩玩看 甚至你貼上去啦 你可以自己弄弄看 像我剛剛就是這樣子 把它執行一下 其實它這邊 先分割 合併的話就再按一下 它就合併回來了 有沒有 然後再分割 就是再執行它 它就又分割了 ok 好 兩個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分割部分的話 因為是同學問到的 所以我就把它寫出來 分享在這上面 那這個是我自己寫的 應該不會有跟別人一樣的寫法 至於就是說 其實不是只有用fine可以寫啦 其實其他在Python裡面還有用RE啦 如果RE我覺得 正規表示法那個 拿來寫那個實在太複雜了 我後來發現fine最簡單 fine也比較相對好理解 ok 反正就fine fine那個雙引號的位置 到0到找到那個位置的地方 幫我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存一個檔 那就是三重嘛 然後fine下面就是 再往下找 跳過兩個幻行 繼續往下找 下一個兩個幻行 那中間這個區塊也是幫我存一個檔 直到找不到兩個幻行為止 ok 我的邏輯是這樣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就是說 程式喔 要怎麼樣把它寫出來 並且能夠runnet bug 這個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當然這個我也是想 花了一點時間去把它寫出來 雖然時間不多 但是也是蠻花時間的啦 ok 如果你有更好的寫法 歡迎回去喔 可以想想看 如果說有更好的寫法 歡迎再提供出來 甚至你可以貼到那個 我們 YouTube影片下方也可以 老師我寫出更簡單的方法 提供給你參考 你就把程式貼上來 大家也可以參考 那會是更好的 ok 好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要往前推進 可能就要來 再來可能要講到那個資料庫的部分 ok 所以 下一次上課的話 請各位回去有時間 再看一下資料庫不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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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